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书本华的哲学思想 前期内容我们分享了书本华在论充足旅游率的四重根 中的第一个充足旅游率,因果率 说的是现实世界的一切变化都遵循因果率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其他三个充足旅游率 认识率、存在率和动机率 首先来聊聊认识率 书本华说,逻辑主导着一切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 是关于认识的充足旅游率 也就是说,概念和概念之间形成的判断 都遵循着逻辑的必然性 人和动物的唯一区别是人拥有理性 而理性思维的能力的本质是抽象概念的能力 或者说是形成概念的能力 书本华说,人类拥有任何动物都没有的一种表象能力 这就是对概念的表象能力 当然,这里的表象是和直观的表象相对应的 是对概念的表象 概念是抽象的 但概念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有当概念和概念之间形成某种关系 形成某种判断的时候 并表达某种知识的时候才有意义 但任何判断关联的真假 都要用到逻辑的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就是一种判断力的活动 逻辑是判断的充足流率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判断要表达一类知识 或者要获得某种真理 那么它就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或者根据 书本华把构成真理根据的理由分为四类 也就是说存在四类真理 第一是逻辑真理 第二是经验真理 第三是鲜艳真理 第四是超逻辑真理 首先逻辑真理的判断 表示这个判断是基于另外一个真理的判断为根据的 比如著名的演绎法的三段论 其中最后的结论就是基于前面两个前提而得出的真理 比如那个著名的三段论 两个前提是人固有意思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结论就是苏格拉底也会死 这里的结论是基于前面两个前提的 如果前提是真理 那么结论都必然是真理 第二个是经验真理的判断 这个很好理解 表示一个基于现实对象的判断 比如说桌子上有一个苹果 这是我们当前看到的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真理 它是基于一个事实的 第三个是鲜艳真理的判断 表示一个基于时间 空间和因果关系的存在 或者性质之上的判断 比如说两条直线不能围成一个空间 这是一个鲜艳真理 它基于的是空间的性质 比如说若无原因 则没有事情能够发生 这是一个鲜艳真理 它基于的是因果关系的性质 另外物质既不产生也不消亡 三乘七点二十一都是鲜艳真理判断的例子 那最后是超逻辑真理判断 或者说原逻辑真理判断 表示一个基于全部思想的形式条件的判断 也就是形成逻辑的底层逻辑 若文华认为真正属于这类超逻辑判断的只有四个 统一律 矛盾律 排中律 以及实体永恒 好了 介绍了认识律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时间和空间 也就是存在律 若文华说 时间和空间是所有表象的形式部分 它也是一种表象 但是是比较特殊的表象 时间和空间是一种纯粹直观 它和感性直观是不一样的 感性直观是我们直接感知到的现实世界 而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感性直观的前提和基础 是先天赋予的内外感官形式 我们能够看到周围的事物 都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 因此时间和空间是彻底的表象 在康德哲学里面 时间和空间是先天存直观 那显然若文华也借用了康德这个思想 另外若文华认为 时间和空间的构建方式 决定了我们世界存在的方式 因此时间和空间是存在的充足流率 任何现实世界的对象和抽象的概念 都需要借助时间和空间去把握 比如知心和理性 是不可能纯粹靠概念去把握的 只有先天的存直观 也就是时天和空间 可以让我们理解它们 因为仅仅靠概念 我们不可能理解清楚 像上下左右前后 过去和未来这样的概念 抽象概念也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的 那最后我们来聊聊动机率 人的行为都遵循某种动机 从表面上看 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就等同于现实的对象中 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但是它们是有区别的 现实对象的变化 是我们可以认识到的 比如推动杯子 杯子向前移动 它们遵循因果率 但是人的动机 是无法直接认识的 它生长在每个人的意志里面 现实世界的变化都遵循因果率 而人的行为遵循动机率 苏本华说 意志对理智的影响 完全不以因果率为基础 而是依赖于认识和意志主体的统一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苏本华认为 动机率也描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 主体是我们的身体 而客体是人的行为 但人的身体是受意志驱使的 人的身体也是自我意志的表象 那这个思想其实也引出了 苏本华的经典代表作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 什么是意志 意志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的呢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里面接着聊 好了 苏本华的论充足旅游率的四重根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苏本华认为 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表象 都是在有规则的联系中相互依存的 而且这种联系是先天决定了的 没有任何表象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每个表象的存在 都有其先天充足的旅游 世界的表象有四类对象构成 每类对象都遵从一种律 或者一种原则 第一类是现实的对象 比如说仙川河流 花草树木等等 每一个现实对象的变化 都有一个原因 现实对象的变化遵循着因果律 第二类是概念和概念之间 形成的判断 比如这个苹果很好吃 今天天气很热等等 我们认识 需要借助于概念和判断 而每个真理的判断 都有逻辑的必然性 逻辑必然性 是认识的充足理由率 第三类是时间和空间 它们是一类特殊的概念 也是一种表象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础 它们是存在的充足理由率 第四类是人的行为和动机 每一种行为都有动机 行为和动机之间 有某种必然性 但人的这种对象 和现实的对象 不同的是 人的行为是受自我意志驱动的 人的身体和行为 是自我意志的表象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那后面我将继续分享更多 史武华的哲学思想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下播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